跨再問每日一問5分鐘增加你個人價值 今天又到我們跨再問時間 那今天昨天講了FB 昨天講FB的那個5分鐘認識FB 朋友跟我講說感覺不錯 簡短的讓他認識一下 就問我說那可不可以再講其他的一些議題 然後我就想說這幾天也在講Yahoo 那我再繼續講一下 今天再講一次Yahoo 因為Yahoo我已經有講一次了 那再稍微講一句一下 那我重點會放在台灣這一塊的模式 Yahoo其實在1997年時候就成立了 然後它其實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它是什麼華裔的楊智遠跟David所成立的 但他們一開始的名稱不是叫Yahoo 只是叫Jelly & David Wader Squad 結果就只是說它是一個搜尋櫃類的模式 讓人家可以藉由他們的網站去做一些分類的搜尋 那沒多久之後他們感覺不錯 混淆數越來越多了 所以就把它商業化 那它商業化之後有改把它改成Yahoo 那它Yahoo的名詞其實是根據格雷佛的那個郵寄裡面來講的 其實它講的為什麼它講Yahoo好像有一種防諷說 在格雷佛裡面幽寄裡面其實是有一種有智慧的馬 它養了一種類似他們的寵物 這個寵物就是類似是人 變成是馬 是那個格雷佛裡面的一個智慧的東西 然後養成一個人 然後這人是蠻有智慧的 這個人叫做Yahoo 也叫做Yahoo 所以他們把Yahoo兩個就把它取緣成Yahoo 這也是蠻好笑的 但是一開始Yahoo它要去創這個品牌 要註冊這個logo品牌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已經有幾家大型的公司已經註冊Yahoo了 所以它註冊不過去 所以它最後把它改成怎樣 Yahoo後面加一個驚嘆號 這大家不曉得嘛 但其實你去看Yahoo其實後面它是一個驚嘆號 所以有別於其他一個廠牌 所以它這個logo來申請過去 那再過來其實Yahoo在當中有做幾件比較重大的事情是對的 其實楊智遠他在一些策略上其實是蠻正確的 有一件很重要正確的事是他投資的阿里巴巴 投資阿里巴巴 當初馬雲對外球員 對外球員 對外要搶去外國廠商來跟他求職 支出他阿里巴巴的時候 只要找對了兩個人 一個就是 就是那個日本軟營的老闆 軟營的老闆 孫正義 孫正義 所以我們下次再講 孫正義 不怎樣就是馬上給了 馬上投資馬雲 那在楊智遠這一塊是 整個 Yahoo的集團董事裡面都完全不支持 去投資阿里巴巴 但是楊智遠就是 就是堅持一定要投資 然後就被跟整個董事會是鬧僵了 所以最後是楊智遠 獨牌終於就是不管他 就是他就說 以Yahoo的名義去投資 但是到現在這件事 可以說Yahoo最成功最成功的一件投資阿 因為現在Yahoo其實 他能生存 他能獲利 他這些錢全部 原來都是在哪邊 都是靠 阿里巴巴的股票 阿里巴巴的股票 所以到最近 這幾年 其實Yahoo根本都沒賺錢阿 但是他 他的稅後英語都還是說 他有賺錢他有賺錢 其實這些錢都是去怎樣 去植壓 或是去用阿里巴巴的這些 這些 股票的上漲的費用 來支撐他上面上的好看 就業外收入這些 那在這幾個 我們就講到最後說 他在去年 已經決定說 賣給這美國公司Barrison 那當初是以48.3億來賣出 可是到了去年 又一直發生說 Yahoo其實在2015年 2016年 就有大量的被入侵 個人資料被害了 就後援資料被害 所以到最後 今天 前幾個禮拜 我不是有寫了一個嗎 Yahoo已死 不用悲哀 最後還被 連錄鏈費 連錄鏈費都被砍掉3.5億美金 砍掉100多億 可是他最後被收購價錢 是44.8億吧 44.8億 所以這是弄到最後 結果是一個很慘的一個事件 原本在 2006 2009的時候 其實有一度 曾經那個 微軟想要收購Yahoo 那時候開價是開價到481 500億 可是那時候Yahoo不賣 可是到現在你看 才幾年 不知道不知道幾年的時間 從500億要賣 賣到現在只是賣 44.8億 這下去是很 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那在台灣這一塊呢 我們來講台灣這一塊 台灣 其實跟Yahoo之間也是很 很有遠遠 因為台灣之間大家知道的 比較連六年級生都知道 奇摩 然後奇摩是在199 2000年的時候被Yahoo併購的 就是被Yahoo併購 那 台灣跟Yahoo之間又另外一個比較 通的是哪一個呢 就是也是我大概六年級 千年級會玩得到的 六年級最終的就是幾十通 幾十通 幾十通是Yahoo原本是可以 掌握的一種社群媒介 社群玩社群的一塊 可是他就因為說 啊幾十通不好管理怎樣 這就是每一個沒有眼鏡 看不到未來的一個點 所以把就怎樣 因為不好管理 他就把幾十通廢除掉 當初在台灣在玩幾十通 是超多的 是整個都是幾十通的訊息 就好像之前 微軟也是沒眼界的去把Message Message關掉 Message關掉 然後在Yahoo的幾十通關掉 這就兩個 兩個原本是龍頭的 社群龍頭的工廠 現在就啊那不會賺錢 沒有找不到商業利益 商業利益就把它關掉 這是如果他們不關了 現在沒有可能沒有Facebook 這件事情 OK 那就再過來是 另外對七年級 比較有注意的是 是什麼 五兵小戰 五兵小戰也是 Yahoo在2006年 2006年把它收購的 但是到 在台灣五兵小戰是很風行的 可是在對美國來講 台灣的市場就不大 那五兵小戰台灣很風行 可是在美國的老闆 看起來就是啊 這又是一個浪費他錢的東西 不由自主就在 2013年又把它關掉了 這關掉對台灣人很大的影響 因為當初 台灣就習慣上圖片 是上到五兵的地方 變成是整個關掉 變成大 台灣一些人 就又沒去處了 因為當初我講了 說這男生女生男生喜歡看 五兵的什麼 美女強 然後帥哥強 這當初是造成每天 每個人都會上去看的一個 很台灣很 流量超大的一個地點 原本都是一個 很動很大的東西 但是到 一下子就是美國市場在看的 就沒有那遠見 他們只是一直在看說 沒賺錢沒賺錢 沒有說很規劃的去 規劃Yahoo的一個未來 就這樣子 Yahoo死掉了 OK 現在最後是以44.8億結束了 他現在真的Yahoo是不見了 他只是現在變成是美國Varition 底下的一個品牌 Yahoo已經變成 變成其他 不存在的一間公司 也是沒有這間公司的 是剩下一個品牌在被運用 OK 這其實是一個Yahoo的背 我原本 原本要寫 寫一個Yahoo的墓名字 墓墓的墓名字 我要寫好之後再分享給大家 OK 今天 跨下一個問題 每日一問 五分鐘增加一個人 就到這邊 拜拜 明天見 好